怎么又来了 就这么想我呀 这是什么 你别动 我来 有点烫手 要不要先猜猜里面是什么 你不要故弄玄虚了 肯定是吃的 快打开 有中药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的佛跳墙呢 怎么是一罐子乌鸡汤啊 我亲手做的 我又不是没吃东西 他干嘛自己跑去厨房 亲手给我炖鸡汤啊 来 你要不要尝一点 前往亲手做的乌鸡汤 那我就尝点吧 为什么要放药材在里面啊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讲究是有的 这药材叫黄芪 黄芪补气 乌鸡字音补血 大枣也是补血的 所以这汤 是给女子每月里 情况特殊那几天喝的 你说啥 我怀疑我听错了 麻烦你再说一遍 真是太可爱了 秦玉峰 你故意玩我是不是 没有没有 是母亲非要教我做这个 炖好之后 还让我务必拿来给你喝 你傻胡说 好端端的 母亲为什么要教你做这个 我就只是帮你解释了一下 说你这几天不方便出来见人 结果母亲就误会了 我也很无奈 秦师不是很能说吗 老夫人误会了 你就不能解释一下 难道你要我告诉她老人家 你是因为被我鸭子踏上 狠狠欺负折磨了一整晚 行走不便 所以才不能出来走动 哎 你知道吗 母亲不止教了我这个 还跟我说了要做什么 四五汤 姜枣红糖水 还有莲藕花生排骨汤 说有的是第一天喝最好 有的是结束后喝最好 有的是 正在那几天喝最好 你够了 你喝 我是个男人 男人怎么了 大早不是补血的吗 你昨天晚上流了那么多血 你喝掉正好补血 好 我喝 其实我炖的还不错 对吧 嗯 好喝 你要是手艺差 我也不会第一次吃你做的饭 就被你的手艺惊艳的 你看 既然我这汤炖的也不难喝 而我自己一个男人也喝了 那它就不是有特殊意义的汤了 我给你盛一碗 你喝点好吗 沐绳一说你体虚 你需要补补 像你这样整日不将身体当回事怎么行啊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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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